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年了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在期待的过程中呢 又有些许的焦虑 比如说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今年还能不能回得去过年 今年赚了多少钱 终身大事有没有搞定 今年过年去学家过年等等 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说 真的是在期待惊喜的过程中呢 又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我们先问两个 我们公司未婚的小姐姐 她们对于过年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焦虑 问一下啊 亲爱的娜娜 跟你这时候勞问一下 你新年的期待和焦虑是什么 第一个呢 我是希望加薪啊 说给我听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脱单 靠你自己 那焦虑是什么 焦虑就是多挣点钱吧 然后努力脱单 对我们俩共同努力啊 各自努力啊 我懂我懂 好的 小姐姐 作为我们公司 砍把子未婚的代表 你新年的期望和焦虑是什么 期望 期望没有 焦虑 好像也没有 非要有的话 那可能就是未婚吧 那要靠你这一努力 我能力 在线征婚啊 刚才是问了我们公司 两个未婚小姐姐的新年 焦虑和期望 那接下来如果问到中年龙的期望和焦虑 我觉得我自己就特别有代表性 就说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中年龙最大的一个焦虑应该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吧 我们家前年过年花了15万 去年过年花了20万 今年我跟我先生说 工厂这么不景气 怎么说我们一定要把钱控制在8万 那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 大概说一下 比如说双方父母的过节费一方一万 就两万 那这个双方老人孩子的一个压税钱 一个两千 那这个就是四万了 那你不能说去年给两千 今年只给一千五百 那你说不过去吧 所以这已经占到四万 那这个年货 十几口人吃到元宵 这个年货 你总得买两万 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六万了 还有一个就是送礼 送亲戚朋友 还有业务晚来的生意伙伴 这都是要送的 去年就送挺多 今年就压制一下 我说两万 这就是已经八万了 过年期间 你总会跟人家打个牌 放个礼花什么的 晚那晚上可能也要一万 那这就九万 我说再压缩压缩 控制在八万吧 估计最后会花到 花到九万差不多 确实就是压力比较大 那这还只是说 在家庭这一块的开销 那今年公司工厂 身上不挣钱 员工工能该给的这个年货 红包 年终 你多少也得给吧 所以我真的是 头好痛 我想想就头好痛 那天我还跟那个公司的小伙伴说 我说这段时间 你们要辛苦一下 但是所有赚的钱都是你们的 就是真的压力特别大吧 对于我们来说 晚年经济好的时候 还没这种感觉 就今年压力真的特别大 那还有就是 对于我们中年妇女 已婚 女性来说 这个过年回老家 确实是比较劳累的 你看 一年都没有住的房子 你光打扫卫生 都得花个三天 然后就是招待亲戚啊 买菜做饭做家务中度过的 就是满满路路一个年 我自己娘家是在市区的 老老先生是沿海地区 沿海农村那里的 每次回老家 我真的都不认识 特别是刚嫁过去的那两年 我分不清东西南北 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的 那你不要指望说 沿海的这个男性 他过年会有时间陪老婆 他们过年的时候 要喝茶聊天聊韩情啊 聚唱啊 打个小牌啊 每天基本上都会到半夜回去的 那其实我是比较理解的 因为他们真的一年到头 都非常辛苦 一直逼着自己 好不容易过个年 终于可以让 盈盈益益了 三百多天的自己放松下来 他们也只有在过年的那十几天 会真正去放松下来 其他时候真的也很辛苦 所以是比较理解的 那期望是在我的眼里 过年不仅仅是开始 也是结束 虽然今年真的很难 但是我一直都告诉自己 过去一年里 所有的遗憾都将是新的一年里 惊喜的铺垫 过去一年里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 在新的一年里 我终会得到回报 我和我先生真的都很努力 我们也从来不弃的 我们都喜欢在新的一年里 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 放下过去 活好现在 准备将来 新年是检讨和许愿的日子 让盈盈益溢溢了三百多天的自己 好好收拾一下有点凌乱的生活 去迎接新的开始 最后冒昧地问一下 你们过年的预算是多少 你们过年的焦虑和期望是什么 我们是如何去自愈这个焦虑 如何去展现新的期望